第九题 法马着地后滑车做什么运动 法马离地80公分 滑车离最后的终点100公分 所以法马着地后 滑车还会继续向前滑动20公分 而当法马着地以后 整个系统所受的外力合力是零 所以根据牛顿地运动定律 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时 静者横静 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也就是等速度运动 因此法马着地后 整个系统本身所受合力为零 因此滑车会做等速度运动 第九题 问我们法马着地后滑车做什么运动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等速度运动